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一代来部《巨人捕猎人类》的故事 谁能够相信巨人真实的存在 就连小杰克也认为那是故事殊弱的人物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僧人们种下魔斗,长出直达天空的藤蔓 他们天真的以为只要顺着向上爬 就有一天能够见到上帝 殊不知在人间和天堂之间驻置一群巨人族 他们力量惊人,且凶人残暴 巨人顺着藤蔓进入人间,开始捕猎人类 人类美味的鲜血让他们难以抗拒 人间正在经历一场浩劫 为了拯救人间,僧人们利用黑魔法来控制巨人 他们将巨人的心脏融化,筑成一项魔法王冠 戴上王冠的国王对巨人发号士领 把他们囚禁在天上 并命令人砍掉通往天际的藤蔓 国王死后,王冠和魔斗被永远地封存在他棺木中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可这颗好奇的种子从此就深深地扎在杰克的心里 多年以后,杰克已经长大传人 生活的坚信使他很早就担负起养家的责任 手叔叔直托,卖掉家里唯一的马来换取生活费 杰克对一听故事的热情远胜于卖马 夺进一家剧院忙里偷闲 可这天下的不平事真的很多 一个长得十分美貌的小姑娘在剧院被人挑戏 杰克毫不愈愈地挺身而出 没想到是人家姑娘的来头不小竟然还要卫队保护 杰克一想到自己目睹了公主的芳容就开心得不得了 可是快乐不到三秒 他拴在外面的马儿悄然地溜走了 这下可糟了,全家的生计没了指望 他必须赶快找到自己的马儿 有烦恼的可不止他一个人 身处皇宫的公主虽然不用为生计而担忧 但他必须要服从父王的命令 嫁给一个自己不太喜欢的男人罗德里克 这个罗德里克可不是一个好人 他和公主之间没有所谓的爱情 纯属就是为了他的地位 皇宫之中陷入一个麻烦 一个僧侣偷走了魔斗 全城上下戒备森严 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秃子 僧人为了出去用魔斗买下杰克的马 这些豆子在僧人的眼里就是无价之宝 可在杰克的眼里却一分不值 只要杰克将这些豆子带回修道院 交给院长他就能得到丰厚的报酬 但切记这些豆子一定要放在阴凉处干燥处 绝对不能沾到水 杰克还来不及考虑这是真还是假 只见这僧人骑着马就冲出了城 因对卫兵追赶 杰克回到家里遭到了叔叔的责骂 一匹马换来几颗豆子还真是头一次见 不管杰克怎样为自己辩解 叔叔都不相信豆子能够换来财富发的鬼话 和他一样受到惩罚的还有公主 他不想嫁给一个比自己年龄大一辈 且不爱自己的男人 更不想成为一个被保护起来的金字雀 他想要用自己的办法去了解这个国家 以自己的力量去守护自己的子民 他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却被国王无情地拒绝 公主必须活成他们想要的模样 魔斗属于黑魔法的产物 黑暗一旦吞吃光明将不可阻止 损人必须将罪恶扰杀在摇篮里 原来罗德里克早就有了造反的心 他根本就不满足只当国王的女婿 想利用巨人推翻现在的王朝 他杀死的僧人确保事情不会暴露 在父亲那里受到打击的公主 骑着快马逃离了皇宫 雨天露花 他到一家有亮光的人家休息 这里正巧就是杰克的家 由于之前的一面之缘 他们聊得很投机 公主也很感激杰克先前救了自己 而此时危险也在逼近 先前一颗魔斗落入木板的缝隙当中 正在受雨水的侵蚀 很快种子冲破了地板长出了巨大藤蔓 公主被死死困在房屋里面 杰克再次拯救公主于危难之中 他拿起斧子看端了缠绕屋门的藤蔓 可藤蔓将房屋越顶越高 屋门虽然打开了 可是杰克却没有抓住公主的手腕 顺着手腕一起跌落到地下 第二天醒来 杰克就被国王的人抓了起来 询问他公主的下落 他如实地回答 公主和他的房子一起被藤蔓送上了云端 国王命令杰克 罗德里克和艾蒙特前去拯救公主 为了不如使命 他挤尽全力 藤蔓高聪入云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而更糟糕的是 杰克有恐高症 喷啪过程一点都不顺利 到了夜晚 天空又下起了雷阵雨 行径的队伍在罗德里克的谋划之下 也越来越少 在一天早上 他们终于来到藤蔓的顶端 这里隐藏了另外一个世界 他们寻找公主的脚印 进入制作天空之潮 罗德里克也向杰克要走剩下的斗子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杰克偷偷留下一刻 杰克一行人 寻找公主客下的标记一路行走 发现他已经被一个巨大的怪物给拖走 并分两路去寻找公主 此时他们也意识到 父辈们的故事是真的 这个贵地方和人间并没有什么不同 同样也会下雨 有一样的羊群 由于他们饥饿难耐 决定抓一只羊池 却不幸地跌落普世的陷阱之中 这陷阱究竟是谁布下的 他们不得而知 艾蒙特砍下绳子 揪下了他的手下和杰克 这时他们看到传说中的巨人 身材高大 力量也极大 人在他们面前还不够塞压缝的 艾蒙特和他的手下都被巨人给抓走了 而杰克因为躲在水里 躺过了一劫 很快越来越多的巨人 发现了人类的存在 罗德里克似乎早就知道这里会有巨人 他有备而来 带着传说中能够控制巨人的王冠 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只能靠着自己 庆幸的是巨人并没有吃掉公主 而是将他囚禁了起来 一个仗着双头的巨人 并问他通往人间的道路 这个双头巨人福伦是这里的头 城里的所有巨人都听他的指挥 公主听过那个传说 而他也是那个城市巨人的国王的后代 他是绝对不会告诉巨人通往人间的道路的 几百年来 巨人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想要通往人间的想法 一直在等待人类的再次到来 刚被抓来的艾蒙特和公主团聚了 任凭两个人有飞天的本事 也不可能逃走 而杰克也不是一个只管自己死活的家伙 他悄悄地潜入巨人的老窝 刺激而动 罗德里克此时也没有闲着 他戴上了魔法王冠 大摇大摆地闯入巨人的老巢 并对他们发号示令 这些旁战大物们对头戴王冠的罗德里克毕恭毕敬 不甘有丝毫的不敬之心 罗德里克并没有救公主 他的目的要利用这些巨人窃取王位 公主和艾蒙特被带到厨房 公主还好 艾蒙特就比较惨了 他已经被巨人裹成了馅饼 即将送入烤箱 何在杰克及时赶到 一刀刺入巨人的后背 制服了 他将公主和艾蒙特救了出来 罗德里克早就派人将出口守住 杰克他们为了逃出去 想到一个妙计 他们将蜂巢丢入巨人的脸里 巨人在小小的蜜蜂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重重地从天宫之城坠落 虽然公主已经被解救出来了 但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巨人们即将入侵人间 艾蒙特必须竭尽全力去阻止这一切 人间果然迎来的灾难即将发生的前兆 巨人从天而降摔死在地上 这一刻人们开始相信 传说是真的 国王也为了守护他的子民 选择砍掉唐曼 作为父亲 他是爱自己的女儿 但作为国王 他也有责任 此时公主和杰克已经走了一半的路 经过杰克的全力保护 公主已经深深地爱上这个勇敢的小伙子 他们从高空中看到地面上星火点点 他们还不知道 这是为了砍掉唐曼而用的照明 一个晚上过去了 人们还在不停地砍唐曼 而巨人们已经在罗德里克的带领下 来到通往地下的入口 埋伏在这里的艾蒙特趁其不备扑向了他 把他带进了岩洞里面 撕打了起来 艾蒙特被罗德里克推进了瀑布的边缘 他直至死地而后生 一剑刺伤了罗德里克 罗德里克大声呼救 却被碎尸砸死 王冠被弗伦拿走 艾蒙特严真能看着巨人们将王冠 带在手上却无能为力 这一下 人类陷入了无望之地 王冠拥有号召巨人的能力 他们跪拜王冠 在众人的努力下 藤曼瞬间倒下 幸运的是公主和杰克在一起 他再一次救下了公主 安然乌烟地将他带到国王的身边 国王尝赐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赞赏他的无畏和勇敢 公主和杰克身份悬殊 即使他们深爱彼此 但杰吉和身份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打破的 公主终将回到他的城堡 而农夫永远不可能和公主在一起 艾蒙特也随着瞬间倒他的藤曼回到了地面 原本因为这一切都尘埃落定 却不料巨人们已经找到留下来种子 种子遇水发芽成为了通往人间的天然通道 巨人们发疯一般地冲向人间 等待着允吸人类的鲜血 很快他们便来到人间 向人类发起了挑战 杰克觉察巨人的到来后 急忙向公主通风报信 无奈巨人的攻击速度太快 杰克他们疯狂地奔跑躲避巨人的攻击 在最后关头 他们都成功地躲进城堡 巨人弗伦已在他的贪婪之下被火吞噬 人们严阵以待准备和巨人们作战 城门即将关闭 不甘心的巨人们找到钩子 分离地将通往城堡大门拉了下来 国王和艾蒙特留下来和巨人作战 杰克和公主点燃烽火台 通知其他友邦 巨人可不会直向一个方向进攻 先前被烈火吞噬的弗伦并没有死 他已经顺着河流进入王宫内部 顺着公主的味道来找到他 公主和杰克四处逃窜 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通往烽火台 可邪恶的巨人还是抓住了公主 准备一口吞 勇敢的杰克和巨人决斗 关键时刻 杰克将伊丽魔斗扔进了弗伦的嘴里 巨大的唐伴从巨人的身体里面找出 将他紧紧地缠绕 国王和巨人们也要迎来正面战争 他们由大锤子砸开了城门 大摇大摆地走着进来 但国王并没有等待巨人们的进攻 杰克成功拿到了王冠 所有巨人扶手成神 巨人们再次被流放 人们再次砍断了通往天际的唐伴 最后国王废除了公主不能嫁给平民的法律 杰克最终抱得美人归 他们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拥有了幸福的家庭 而魔法王冠也被隐藏到国王的王宫里面 几经流传之后 成为后人们瞻影的圣物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美国魔幻电影 巨人捕手杰克 我们的童话时代 都听过这样或那样的童话故事 有奇幻冒险的 也有浪漫爱情的 我们沉浸在童话故事里面 如似梦幻的世界里 一旦童话故事真的变成了现实 我们又能像杰克一样 手持利剑指指敌人呢 守卫自己的家园 我们都会发出疑问 这怎么可能 从我们不相信童话是真的开始 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开始长大 童年的美好也变成永恒记忆 杰克的冒险 更多是唤醒我们尘封已久的勇气 做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这是一部非常魔幻的电影 老游跳果十分推荐本篇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